關於血流 我們從一些問題開始探討 第一個問題 尿數會不會進入腦部的微學觀望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可能需要先知道一些事情 首先 兩份經由消化到消化吸收 經過肝 再經過肝門靜脈到達右心房 體內代謝氨基酸或其他物質 所產生的氨氣 這樣子有毒的物質 也會經過肝脹 代謝形成尿素後 由肝靜脈進入右心房 許多組織產生的氨氣 無法經過肝處理 由靜脈回收後 也會直接到達右心房 所以 肉心房回收回來的血液裡頭 會充滿許多的養分 代謝產物 以及氣體 主要是二氧化碳等 主要是二氧化碳等 而這樣的血液 接下來將通過右心室 送往肺的微血管 而在肺泡微血管的位置 只能處理氣體 將二氧化碳排除 並吸收氧氣 因此 從肺回到左心房的血液裡頭 除了氧氣、二氧化碳外 能充滿了養分 以及代謝產物 這樣的血液 將經過左心房 從左心室 送出到達全身 全身包含腦 所以 回到問題 尿素 會不會進入腦的微血管網 如果 這是心臟 這是左心室 從左心室 送出的血液 將進入主動脈 然後 遇到通往頸動脈的分支 通往頸動脈的分支 將會進入腦 由剛剛的探討知道 在經過分支之前 血液裡頭 將會有 尿素 養分 養氣 會氧化碳等 什麼物質 應該進入哪一條血管呢 結果是 所有的物質 都會進入頸動脈 所有的物質 也都會進入主動脈繼續往下 在這裡 頸動脈跟主動脈 是流量的差異 在動脈的分支 並沒有任何構造 可以進行物質流動方向的篩選 所以 尿素 一定會進入腦部威脅官網 同樣組成的血液 也由動脈 送到各個器官 因此 各個器官 也都會有尿素進入 而 只有經過腎臟的器官 尿素可以被排除 所以血液裡頭 會持續有尿素的存在